以色列士兵赫枪实弹细细搜索可疑建筑 但地点却在约旦河西岸地区 自从乙军上月底对西岸展开最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 枪声和推土机的声音几乎成了西岸地区的日常 乙军推土机无情翻脚折宁地区的市区街道 导致沿路的商家不止无法做生意 道路上也满布各种伤疤 到处充满磁气沉沉氛围 以色列继续在这里执行反口 最新也公布在空中发现武装分子穿梭折宁街道的画面 而这些人没多久就遭乙军瞄击击毙 2号却有西岸居民气愤抬出亲人遗体抗议 指控乙军过程中还是涉嫌滥杀 并反酸以色列是在加萨赢不了才来找西岸 至于加萨目前的处境也令人堪忧 周一持续遭无情轰炸 加萨成一辆汽车当场被烧成废铁 四周至少三人死亡场面一团混乱 问题已居目前还是无法顺利救出更多人质回家 上礼拜巡获六具遗体后反而引爆以色列人民怒火 1号当天最高70万人走上街头 占据高速公路瘫痪交通 以色列总工会隔天也号召大罢工 响应的单位包含国际机场 各地私人企业还有学校医院等 他们认为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迟迟不肯达成停货协议才错失救援良机 加上死亡的六人是在以军抵达前不久遭哈马斯残人处决 死者之一没以双重国籍男子的家人最终还是只等来冰冷遗体 他的妈妈2号在葬礼上向儿子道别 演说内容让人比酸 对于无法成功解救人质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向家属道歉 却显然不肯轻易让步 包含还是拒绝撤出埃及和加萨边界的废城走廊 说担心哈马斯又挖地道起死为生 这样的态度连拜登都感到忧心 但是时间不等人因为还没获释的101名人质当中 研判已经有35人死亡 剩下的人还能撑多久没人说得准 你认为是以哈战争也继续掀起相关的种族仇恨 就连休假中的美军都惨遭波及 遭土耳其激进分子以支持以色列为由包围攻击 眼看以哈冲突还在延烧 英国2号宣布暂停对以色列发放30项武器出口许可 以色列则是以失望两个字回应英国做的决定 野新闻 综合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